主席各位同仁 都是这件事情 而且这绝对不是一个小事情 本席这里 一个统计数字 94年到98年 各级学校校园 校园事件的统计分析报告 出来我们一看 94年到98年 这五年之间 校园霸凌事件 它的成长率是高达 168% 它是成长1.68倍 也就是 98年校园暴力事件 有统计的数字 比94年是它的268倍 也就是增加了168% 多么的严重 而以98年跟97年 一年之中 竟然成长高达36%之多 这样的成长速度 是惊人的速度在成长 惊人的倍数在成长的事情 我们的部长却说他失言 把他当作一件小事 而且完全外行 竟然把霸凌事件的当事人 说成可能是心脏 儿童做的事情 我们如何的担忧 这么严重的事情 而我们的学校充满违法吃案 教育部充满代乎 职守跟完全外行 连部长都不进内行 连部长都是外行 连部长掌握事件的能力 都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社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 救救我们的孩子 所以本席认为 固然大学法的修法很重要 固然宜兰阳明大学 在宜兰分院的预算很重要 但是今天有什么事情 比校园霸凌事件更重要 有什么事情 比这个数字更触目惊心 这个数字让我们看了 我们的忧虑无限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必要在这个时间 充分的去检视 教育部到底做了什么事 教育部到底知不知道 问题在哪里 知不知道他们的方法 是不是正确的 教育部到底知不知道 他现有的体系 已经完全失灵 教育部在防反校园霸凌 这件事情上 教育部在反校园霸凌 这件事情上 已经完全失灵 我们也看到部长完全外行 我们也看到这个数字 触目惊心 成长是这种倍数 所以本席希望说 我们今天能够大家都有共识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能只是明天 到台南去考察而已 我们应该要今天 让部长在国会的殿堂 就这个事情 为我们做一个专案报告 所以本席要求 今天我们应该要变更议程 请部长就校园霸凌 以及校园暴力事件 校安事件 为我们做一个专案的报告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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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